有名菜,有名廚 由傳統宴席煮到新派菜式 名師出馬,提升你的手藝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馬精神,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祝大家花開富貴 看看我們今天煮甚麼可憐的食物 今年我們不如煮甜品吧 吃完這個很豐富的新年飯後 我們吃甜品做一個非常漂亮的結尾 好 過一個很好的苦年 很甜蜜 今天我們來煮一個新年的甜品 其實我期待了很久 因為我最喜歡吃的紅棗 我們開始吧 今天我們煮一個紅棗糯米 我們第一次吃的是在上海吃 那時候已經很多年前 但不知為何香港沒有地方做這件事 今天我想跟大家做 因為我覺得非常美味 也不是太難做的,好嗎 真的嗎 對,我們需要做的事是甚麼 首先我們要找一些大紅棗 這麼大顆的那些,好嗎 因為紅棗的紅棗 其實是會抹皮的 是 抹皮的 可能裡面積了一些污漬 你這樣沖水 未必可以洗得乾淨 於是我們有一個方法 去清清紅棗 首先我們要在家裡準備好一些麵粉 或者是生粉 然後用一大碗水 然後灑一些麵粉 然後再給我一點鹽 但為甚麼我們要用麵粉和鹽呢 鹽基本上是很久歷史的 可以殺菌的東西 麵粉就可以把… 因為它的黏力很高 可以把紅棗的那些辣植的東西 可能會吸收出來的 好,好,我們先拌勻 好,接著我們就把紅棗放進去 接著要搓一下 我看到有些變灰 它本身很白色的 有些塵粒出來了 對,有時候你吃桶蠔 是 你也會用生粉去洗 你知道嗎 我很少自己打蠔 桶蠔已經打開了 是嗎 是 我不是甚麼都不知道 不過有一個這麼厲害的大廚 我當然要假裝無知力得顯 它威水境 真的被你氣死了 是嗎 他弄了一桶後 我自己追著要洗嗎 是 不就是這樣泡就可以了嗎 不要…你不要 好,我們已經是… 我的攤水變黃色 不是,好,洗乾淨了 接著這個紅棗再放進盤子裡 然後再清洗一下,好嗎 好 這個紅棗已經洗乾淨了 好,我們就要把它浸在這個凍水裡 大概15分鐘 不要浸太久了 不然精華的味道就會走光 好,15分鐘就行了 好,這時候我們要做些甚麼呢 我們要做糯米糯米糰 好,我們在面前就有些糯米 然後呢,然後就有些水 把水稍微倒進去,慢慢混合 為甚麼要稍微加進去 因為糯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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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名堂的,通常吃完就… 你看,百年孔合、公慶法材 撲滿撲滿嗎 沒有,其實這是一個普遍的點心 我覺得不是特別是新年去做的 又不是特別是新年 但為甚麼是新年想做的 因為有紅棗、紅棣檔 要是你替我想個名字 你年輕一點,想一想 在你搓的時候讓我想一下 我認真地想一下 你想一下… 不要想太久 我們搓的時候 我們要把麵糰壓下去 因為你會有一個位置 就會發現好像很散 正常的,你搓一下 就會變成這樣 好了, 糯米粉糰已經完成了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這個來做 不過我們想把糯米粉糰 再做得有咬口和彈牙一點 於是我們要開始做湯麵的程序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們先煮一煮水, 好嗎? 把部分的糯米粉糰撕走 先煮熟 煮熟後, 再把熟和生的粉糰搓在一起 不知為何很神奇地 就會變成一個有彈性的麵糰 變成這樣之後 一會兒你就怎麼玩也行, 很棒 一點也行 不可以這麼誇張 總之咬口會彈牙很多 而且會嚼勁很多 來吧 水滾了, 水滾要做什麼呢? 好, 這個粉糰我們要撕20克出來 是 用做湯麵的程序 好, 開始吧 好, 我們把這個部分的粉糰 放入滾水中 先壓扁它, 好嗎? 好, 然後生的那種 我們又放在盤子裡 壓扁一點 這時候你就準備好一些 更加的糯米粉 因為我們待會把這個熟了的糯米糰 放進去之後 再搓的時候會變得黏黏黏的 於是我們要多加一點粉 好 好, 那就浮好了 我們可以拿上來燙 謝謝 盡量不要太多水 然後我們就放在生的麵糰上 當然, 搓的時候要小心點 因為它很熱 但如果你怕的話 你可以多放一會才搓 好, 好 很冷 對 但你搓一搓就可以了 好, 再加一點 所以其實要自己去量 你問我, 加多少粉? 告訴你 現在變成了, 燙這個胃油之後 看到嗎? 好, 你最好把它變成一個球 如果你不是馬上做的話 放進碗裡, 保鮮紙蓋著它 或者整個粉團用保鮮紙包著它 好嗎? 好嗎? 明白 我們先預備了一些糖水 我們有什麼糖要準備呢? 桂花 桂花是有的 我們有這個冰糖 還有一點啡糖 我們這個是用來跟紅棗和糯米一起蒸 好嗎? 好, 我們先放在一起 所以蒸我最後是最後把醬汁放進去 不是, 要一起蒸的 好, 然後呢 然後我們拌勻 等蒸的時候 紅棗吸收到糖水 會比較甜, 好嗎? 好了 好, 我們先讓它在這裡溶一溶 好, 我們預備了一些蜜糖 還有一些桂花的 我們就會撒一點桂花 然後我們就拌勻 就做了那個撒面的糖漿 很想偷吃 好嗎? 好了, 現在那個紅棗已經浸好了 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要拿些核出來 對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這樣切開 然後你會看到裡面有核在這裡 我們慢慢要把肉推走 把肉推走之後 你會看到那顆花都差不多出來了 然後它有一個定在這裡 你就用手指輕輕撈出來 我們不可以破壞它的外面 好 好, 我們現在可以釀紅棗了 我們把粉團找出來 大概… 即是這麼多 然後我們把它搓到 有一點紅棗的大小 然後已經開了 就放進去 黏在一起, 按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假如你的樣子不是太漂亮的話 你可以用手指濕一下 然後輕輕撈一下表面 這樣它就會變得好一點 好嗎? 你看, 這麼大顆 不可以太大顆的 這樣把它擦開了就不好看 你知道嗎? 只是玩過而已 硬頸怪 好, 我們現在可以拿去蒸 我們要把這個放進一個有深度的碟子 在這個時候, 你要記住我們要蒸 我們要煮好水 然後我們就把剛才的水倒進去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蓋上蓋上 蒸15分鐘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然後再淋這個桂花蜜糖 這樣就完成了 蔡先生, 你煮了這麼久 我到現在這一刻 終於想到一個名字了 真是辛苦了 就是花好月圓紅當當 解釋 因為有桂花 是 好吃 是 然後呢… 月圓呢? 月圓就是大家的團圓 然後紅當當就是紅棗紅當當 很準確 對, 開始吧 好, 來吃吧 我喝多一點桂花蜜糖 其實這個紅棗糯米 我覺得很配合 因為糯米的煙韌 就配上紅棗的肉 就軟軟的, 咬下去很棒 而且那個甜度是會偏甜的 到吃完飯後 你吃了一粒 然後就剛剛好了 剛剛搓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害怕 裡面的糯米不夠入味 因為它本身沒有加糖 然後你在外面蒸 又加點糖在外面蒸 我現在吃起來 是連由內至外都很甜 幸好得到你認同 謝謝, 是否很開心 得到我認同很難 開心 是很難的, 我覺得 謝謝, 你們看 好,來吧 正所謂尖堆碌碌碌 正所謂尖堆碌碌碌 金人滿屋,我們今天是否可以… 新年流流,你又挺可愛 我一向都這麼可愛 好,我們今天炸煎堆 其實煎堆是我非常喜歡吃的東西 因為我很喜歡吃煙燕的東西 你呢 我也很喜歡吃煙燕 於是煎堆是其中一個 我最喜歡的東西 但我在市面上實在看到太少煎堆 因為以前去一些粥店 即是吃粥店的店 一定有煎堆,但現在真的少了很多 我只看到硬碌碌碌碌碌碌碌 我就不想買了 對,這次我們新鮮炸的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 但只不過要開鍋 而油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很煩 但我覺得是值得的 現在我們首先要做甚麼 就是要拌一下糖 其實煎堆真的要有很多糖 如果不是,拌出來的時候 那個粉糰一炸就會裂開 好嗎 先用熱水溶掉糖 好,那些糖已經溶掉了 是 一定要溶掉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搓粉糰 好,有糯米粉 然後我們逐少倒進去 這次我們這個比較脆 我們先把糖溶掉 即是想再均勻一點 之後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粉,沒錯 忌廉一半 好,這個又是糯米粉 不要一次過加這麼多 泰山,你強勁的手臂 是這樣鍛鍊的嗎 不是,是游泳河回來的,我小時候 你猜不到我以前是游泳隊嗎 你怎麼看都不像游泳隊 我以前收了很多 你游甚麼顏色多 自由顏色,說你不相信 我也會游碟色 我覺得碟色很難 小時候… 現在… 那條腰要… 你可以的 我看你經常鋪出片子,都是… 我做不到 但不行 我下水就不行了 是嗎 我試過形容的時候 寫的姐姐說 報名吧…為寫,增一分力 然後就… 好吧,我當時也游泳到25米的自由顏色 他說25米和50米差不多 誰說這句話 肯定騙你,是妹妹的朋友 然後說好吧… 故意去觀塘泳池 苦練了兩個星期 但他也有來回 你要來回才游泳50米 我停一停,我也覺得自己也不錯 當日我就說 預備,我喝一碗 下去後 我游泳差不多25米時 然後我慢慢沉下去 沉默 沉默 沉默沉下去 還要喊救命 你真的要喊救命嗎 我游不到了 天啊 我覺得自己真的不是游泳的材料 已經為鹿舍出了一分力 好,我們已經練完了 開始成形了 先灑一點粉 我經常很好奇 煎刀裡面怎樣可以做到空心 這個就是看你加甚麼材料 這次我們沒有加那個材料 那那個材料是甚麼材料 就是泡打粉 泡打粉其實你放進去後 它一炸就會令麵團有更多空氣 但其實泡打粉對身體吃得太多 又不是好 不好了 基於我是爸爸 如果這些煎對是給小朋友吃的 我們盡量不要加這些 做好了,我們再灑一點粉 放進這麼漂亮的雲石桌 然後我們滾一個好像… 這次要分嗎 當然要分 你要分多少分 平均分了 我分一個給你 好 然後你繼續分下去 好 好像很平均 但我覺得這個一定不是 不是的,我覺得 當那個不是吧,那就是不是 我們現在要做甚麼 當然要找個綁來檢查一下 先把我的剩下,好嗎 好 好,24 很緊張 29 差不多了 29 再看,我摸上手已經知道有問題 21 再來吧,這裡 走近這些 好,現在我們要上芝麻 我們要把那個波子上一點水 搓了波子之後,就放進去 它好像…那些叫甚麼 阿桃甩甩 好,你做吧,我做芝麻 好,你看到它已經上芝麻了 但它好像扁了,正常的 如果它真的可以硬 像波子一樣 就有問題了,好嗎 現在我們要做甚麼呢 我們要再搓一下它 是 搓芝麻,下煎堆的時候 一定要硬一硬 不然芝麻散了出來 這樣就一鍋也一樣 你又不做了嗎 我洗手 在葦璇蒼的時候,我們要打開油 但我們的火力不要太大 因為我們不可以滾油在煎堆 油的溫度要大約120度 攝氏120度而已,好嗎 好,在淋上之前,再搓一搓 在鍋邊下煎 我們是以低溫來炸它嗎 對,因為我們不想外殼炸出來 就炸硬了,裡面就膨脹不到 泰山,這樣炸好像沒甚麼起色 我們要怎樣看 沒辦法,真的要有耐性 我們真的要從裡面那裡炸出來 讓它…你看到旁邊有些氣泡 這樣慢慢地發出氣泡 升至差不多,它就會浮 一浮,我們就可以把火力加大一點 然後再慢慢炸至金黃色 這樣才可以 那大概是多久? 20分鐘左右 好 好,要等 好,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我調校了一個大一點的火 讓它可以上一點顏色 你需要這樣嗎 好 還有,讓煎堆的殼更硬 不然它就會很容易變軟 變扁,好嗎 即是外脆一點 但是很漂亮 你說我嗎 當然是說它 即是…它好像一個雞蛋 只有雞蛋就是你的形容詞 網球,可以嗎 哪有像,你沒甚麼 它是大小 網球那麼小 你看見,顏色差不多 太多了 好了 你等煎堆在室溫量 大概兩至三分鐘左右 等它的殼再硬一點 這樣就吃了 千萬不要等到 我們等半小時後才吃 它就會硬 硬了 這樣就不好吃了 所以煎堆一定要炸好 馬上吃 趁熱吃 對,趁熱吃是最好的,好嗎 好,各位,我們可以吃煎堆了 我也不可以不稱讚我自己 真的很美味 很喜歡這樣做 因為裡面不是刺激的 你現在外面吃的 全部都是刺激的,是空心的 因為它真的加了很多泡打粉 它就會脹得很漂亮,很軟 但這個我們沒有加過 於是你會看到 真的有很多糯米粉糰在裡面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這就是我以前小時候 在家裡或外出的粥泡 吃的油氣就是這些 現在真的看不到 我的粥泡是沒有這款的東西 真的很好吃 不是說笑的 它的油香味特別 我平時不太喜歡油 你知道我多怕 但是咬完一口,油香味在嘴裡 很想吃第二塊 但這個一定要趁熱吃 趁新鮮吃 你隔兩小時才吃 那些油會瀉在這裡 真的新鮮吃是最好吃的 真的 好吃 好,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最重要是健健康康 開開心心,好嗎 心想事成,財源廣進 你做點東西給媽媽吃吧 我會的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